爱尔顿墙哄趴婚贝克汉全员同贺 就在台湾终于开始审查关于婚姻平权的民法修正案 国民党立委旅学长孔梅哲兰表示 同志结婚会让我成为历史罪人 同志婚姻可以人寿交 的当儿 在乐坛执牛尔地位的67岁摇滚巨星爱尔顿墙 和相恋21年小他15岁的大卫费尼许 于英国时间21日结婚了 不如以往庆祝喜事总是走浮夸路线 他选在英国郊区的自己家 让婚礼成为一场温馨小聚 随便就是一辆劳斯莱斯开进去 足见宾客重植不重量 好久不见的伊丽莎白鹤丽 贝克汉一家五口等50多名亲友受邀 看着座位名牌 哎呦字迹满美的贝加长子布鲁克林 忍不住在推特上分享着不可多得的经验 臭脸文明的贝嫂 也难能可贵的面露笑意 爱尔顿墙为此还亲近了文明科技 特别启用了Instagram账号 上传多张写真分享幸福喜悦 这代理育母生的两个儿子 当然没有缺席 只是大的Zachary 好像对蛋糕比较感兴趣的样子 感情丰富的强叔 一时情绪上来崩溃大哭 如果这不是抓马 什么才是抓马 该不会是三八的眼镜 被红法爱德抢去带的关系 还是想起也曾苦过啊 毕竟出柜前还娶过一名女子 今年三月英国同志婚姻法生效 强叔这一路走来 终于等到了此刻 欣然成为法定人夫 苹果与浪赖 大贾斯丁前同事兰斯野和情人Michael结婚了 报道